GOOD MORNING 同學仔 今日MISS姐和妳一起做壹個手絲麵包 妳看下拉絲出來真是一條條的 超自瑜 那我們現在一齊看看 到底這個手絲拉絲麵包是怎樣做的呢 首先我們提前12小時 先做好中種麵團 將麵粉烤霧鹽奶 分次放在盆上 攪勻成團之後 用保鮮膜包好放在冰箱裡 雪12小時 第二天我先將攪拌桶 拿去冰1小時 之後將麵粉糖 煉奶 烤霧蛋 和之前一晚做的中種麵粉 放在攪拌桶裡 中種麵團可以把它分成五六份 這樣攪拌會比較容易 因為這個麵團本身的水份比較少 要加上去冰箱 所以相對來說 比較難成熟 這個手套目 只要妳拉開 薄膜 顯示透明 還有 穿了個孔 骨子不太多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將鹽 還有沒有鹽的牛油 加入這個桶裡 繼續攪拌 一直攪拌的都是用慢速的 攪拌了五至六分鐘之後 我們再看那個帽子 只要那個孔沒有鋸齒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麵團可以將它平均分為十份 大概七十五至八十克左右 我這個份量可以做兩個八串的帽子 如果同學只想做一個的話 就將它減半就可以了 之後再將每一個粉團搓完放在一片 剩下大約十分鐘左右 我們再將它搓成水滴形狀 將所有水滴形狀的麵團放在烤盆上面 用保鮮紙拋好它 放在冰箱 冷藏鬆弛三十分鐘 麵團拿出來之後 我們將它搓長 再用乾麵滾把它搓長 那個麵團的長度至少要超過30cm 這個步驟其實很重要 如果它搓得不夠薄的話 就很難拉絲的了 之後將這個麵團捲起 好像牛角包一樣 一個八處的適風模 我們是可以放五團的麵團的 我們室溫發酵一個半小時 然後就可以力去焗了 焗爐預熱160度 我焗了35分鐘 大家看看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麵包的組織 拉開的時候 會見到一絲一絲 如果你想拉絲明顯的話 一定要向剛才 降麵團的時候 要把麵團降得長一點 這個麵包冷藏 可以保存10天 吃之前 你需要噴少許水 放在氣炸鍋或小焗爐 150度焗10至15分鐘就可以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各位同學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們幫我訂閱、點讚、分享和留言給我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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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